大家好我是鼎莉 欢迎收看本周的观点枪对论 我们今天一定要来公布委员的成绩单 那正如同我刚刚说的 我一进来马上就会分心的 因为这边里面真的是相当的有趣 鼎莉哥你在 诶我跟你讲 我们今天又来开箱委员的这个成绩单 但是我刚刚看到这个真的忍不住 那现在举了两把 很夸张 一进门就有健身器材 你想得到 没事就 有点烦 然后那个文章写不出来 通常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在那边按按按按按按按 啊 你不小心夹到肉 灵感就有了 呵呵呵 我是蛮好奇说 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用 看一下来 刚刚提到了这个 明知喉舌啦 从这边的一些摆设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他要专业 你看 乖乖汉光演习的 40号演习的乖乖 有没有看过 诶玉胜 你可以帮我示范一下 来来来来来 刚好这个有一个角度是不是 这样这样 哈哈哈哈 六 七 好 那个你边做啦 我边问你 不是 请问你觉得委员第一会期的表现 你还满意吗 呃非常 要继续做 呃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真的满意吗 真的满意真的满意 但是有有 但是可能就是太累了 我觉得他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他需要休息 对因为他太常出国了 然后帮台湾拼外交这样子 那你累吗 我还好 不会不会不会 我是说你做这运动累 哦累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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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义君委员 他是一个专业的钥匙 药物与食物的交互作用 到底什么东西不能够搭在一起 心血管要降血压 要不能跟什么食物来做混搭 这片话我也觉得很有趣 竟然有什么 军粮 还有各国不同的口粮 委员早安 义君委员这边也是相当的 嗯怎么说呢 可以说蛮居家的 我刚一进来就看到 行李箱耶 是啊是啊 哇 这个就代表说 常常要各地跑来跑去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地方 工作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然后就是要有时候 也是要让自己在这个地方 要比较舒服一点 舒服一点的话就是像这个 哎这个是必备的啦 红白托 那红白托是那个助理不听话的时候 你会拿起来凶 对都这边用丢的这样 你要准确这样 这是我们国防外交委员会 有行李箱 然后有这些巨大用品 其实代表说委员 你也是回花莲这边嘛 然后 我常常这样跑 因为在04 03地震之后 还有最近的风在 对 所以那边也是常常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去关心那边的灾谜 所以有时候 你看我的行李箱 谁只在这边 下午再开完会议之后 我就要快点再赶回去 那我的很多衣服有时候就放在这边 还有西装外套 对 所以随时在不同的场合 要穿布鞋啦 跑比较快啦 对 有时候是像这种国会外交 你要接待各国 各国来的国会议员的时候 就要再马上换了一双鞋子 比较正式的场合 要有跟的鞋子 然后就穿西装 这样 其实我们要接待这些 各国的国会议员的时候 大约是国民党会派一个 民进党派一个 我们民进党派一个 对 有时候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会跟他们有些交流 这边就是军事相关了 对 这一面 哇我算是这个怎么讲 这些是各种的战利品啊 我的天啊 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考察嘛 对 我想考察方面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不同 对 然后我们也了解 还有每一个硬件这样 不说这是委员办公室 但是我还以为这是什么军事迷 所以第一会期感觉这个 收货非常的丰硕 对啊 才几个月而已这样 真的 我们现在跟这个 义军委员呢 现在就坐在他们这个 办公室的这个前面 刚好是早午餐的这个时间嘛 哇 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早餐吃什么呢 像苹果啦 香蕉这些啦 看一下 这是燕麦 不过 讲到吃的 义军委员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 我们连口粮也是 军中的口粮 是是是 来我们来介绍口粮好了 这个是台湾的 这是台湾的 然后这个是美国的 美国的口粮 然后这个是法国的 法国的 对 所以我们来开箱看看 哇 来 这个是叙述的补充的 能量补给液 牛奶饼干 蛋黄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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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胡椒牛肉干 还有紫米红豆 葡萄果干 美国的口粮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看起来就很像是我们平常在吃的糖果 MM巧克力 它最一开始的设计就是要给军典吃的 它是个在市面上贩售的 对不起我刚刚就默默的吃了 真的就是MM巧克力 你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造型吗 为什么 因为巧克力遇到高温会融化 对 然后又会散手 对 所以当初那间公司在设计的时候 它就是在外面包了一层糖衣 对 然后让这支巧克力 你在高温的时候也不会黏熟 好 好 这是一块 包蛋黄饼 各位 饼皮啊 包这个鲍鱼 然后再配酱 对不对 其实就是鲍鱼 原来是这样 好变成了 Lemon Paper的口味 各位想要 如果你想要当个美国大兵的话 不一定当得成 不过你可以吃到他们正在吃的食物 开箱一下我们号称米其林的军事口粮 这是爱马仕菊吗 各位可以看 从那个外包装就看得出来 它明显精致的蛮多 它从前面的这个擦手指开始 然后有这个净水器 喝一杯干净的法国水 对不对 然后开始呢 你就开始喝个浓汤 之后呢 你就可以开始上菜 然后前菜腊肠 然后主菜来一个这个炖饭 对不对 然后后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补充品 那你要喝东西的话也有 最后的话巧克力 然后以及这个可力露来收尾 哇 法式全餐 漂亮 其实我们刚开箱了这么多 虽然我觉得有趣归有趣 但其实MOMO程度上面也是因为 我们是在国防外交委员会 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法案也通过了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熟识 像民房法的部分也是嘛 然后另外一个像那个 国际合作的那个发展法也是 像我们这次啊 修订这个民房法的话 它是提升了我们紧急医疗的处置的能力 那民房系统不只在平常的灾害上面发生了 都可以有效的协助灾后 我们可以 他们可以疏散啊 还有安置 然后还有救援工作 当这个加强宣导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让每一个市民了解在紧急情况下 我们要怎么样 自救还有护救 那另外一块其实我们要讲到的是这个 国际的这个合作的发展法 因为中国这边其实对于台湾的一些 一些部分跟国际的空间上面的 这个发展的状况来说的话 确实我觉得这是台湾必须要突破的困境 那这个所谓的国际合作的发展法 那它的重要行动在哪里 因为大家也知道在两岸的情势 现在都是非常的紧张 所以国际外交空间 其实我们是受到了一些挤压 所以我们推动了国际合作的发展法的修订 提升了外交政策的透明性 然后要求外交部他定期 他就会提出原外政策白皮书 这样可以让我们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更加的透明 那不过义军我有很好奇说 因为毕竟第一会期在国防外交 还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那接下来呢 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想法 跟想做的事情 在预算会期上面 其实针对我们国君 关心的一些他的预算 还有福利上面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监督 我们今天前面聊的蛮多 是跟这个国防外交有关系的 但我们都知道说 其实义军委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 你是一个花莲人 或者是过去大家会说你是花莲媳妇 你这会期其实有还蛮多的行李 都放在花莲对不对 零四零三大地震啊 所以我与花莲的服务团队 常常在持续的勘灾 还有还协助灾民的重建 所以那正值正好国会又正好在忙 所以我常常就要这样 往返台北花莲之间 都是为了能够下去第一线 了解灾民的需求 像花莲的话 它就是有东华大学 它这一次的有一个很 有一个火灾非常严重 因为它没有一个化学灾害的处理的消防车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也替东华大学争取到了 化学灾害的处理的消防车 然后之后就看到经济那么差的情况下 所以柯主席也是说 那我们就大家就下去骑脚踏车 这一次的骑脚踏车之后真的是 开始陆续的回流了这样 但是因为7月底又有一个台风来了 真的 路又断掉了 所以我们刚刚上任之后 就开始一直在争取书花鞍 还有花冬块方面 然后这方面在5月份的时候 然后书花鞍它也通过了还品 8月份的时候也整个也有通过了 所以现在也开始进展了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嘛 他们就是需要一条能够安全 那能够就是让我好好的回家 不要就是遇到了天灾 然后柔长寸断 希望大家能够中央 可以听到我们花鞍人的声音 像我前几天才会去调解一个 就是说在富士村 富士村最近的时候 是不是最近还有下大雨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村民后面都是落实 就是整个的贪方落实这样 其实他们住在那边 其实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点创伤了 只是下大雨的时候 他们其实非常的恐惧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让这些人能够安置 怎么样让那些灾民可以安心 这些都是我们 现在持续在努力的目标 这几块可能也是我们接下来 针对花莲的这个部分 要来持续做关心的对不对 对 可是在这一个会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7月16号的时候 我们经过草野协商 有顺利通过 有顺利是离山赈灾的重建 还有花东快速道路的建设 还有振兴花莲观光产业的三项子决议 包括匡列了300亿的经费 投入了复原的重建 相信说义军委员这第一会 其实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但接下来不管是国防外交 或者说真的这个花莲地区的一个部分 我们还有很多任务要做 所以我们也没办法松懈 好我们要继续努力 持续努力 OK 那就义军委员加油 谢谢 也谢谢今天陪我们一起开讲 所以要吃健康的早餐 最后我就边喝边跟大家说再见 好义军委员 那我们就跟草野说拜拜咯 大家拜拜 好拜拜 拜拜 丁一哥你要把它喝完 好 对 好我喝 你帮我手上衣衫 用那个零食的加热 对 我喝半杯我就止了 哇 你应该不需要再吃一个西班牙海鲜板吧 还是等 还是等一下你要顺便健身一下 好像可以有 健身 吃完以后就健身 然后才可以离开 我们要继续把奥运动精神吃 爱上这个了 对 喝完了吧 好谢谢 我只有一句话要说 爱你吧